上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称 根据所谓台湾关系法 美国对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做出过承诺 此外 布林肯14号发推特称 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 对此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 已经走样 走位 倒退 一切为台独撑腰打气的行径 都不利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美方40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 已经走样 走位 倒退 背离了中美建交时 美方与中方达成的共识 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这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政治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赵立坚指出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 所谓对台六项保证也罢 他们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 都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 实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 是非法无效的 我想强调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坚持一中原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一切为台独撑腰打气的行径 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都不利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发言人还表示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大搞谋独挑衅活动 这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也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中方敦促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总台阳市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